英國外相坑特表示,英國會停止發放向香港出口人群控制設備的許可證,除非香港解決人權問題。 英國外相坑特還登出香港政府對他們看到的暴力場面進行強而有力的獨立調查。 香港很多人批評警方在暴力衝突當中向控者發射催淚彈以及批象棋自殺,導致數十人受傷。 最近幾個星期香港一項有爭議的引渡法案,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 坑特星期以英國國會裏表示,不再繼續發放向香港出口人群控制設備的許可證,除非他們是滿意於對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擔憂獲得徹底的解決。 一些團體及一些宗教領袖呼籲對6月12日抗議示威當中出現的暴力衝突進行獨立調查。 香港活動人士星期三舉行更多抗議活動,以贏得聚集在日本大阪參加G20峰會的各領導人的關注及支持。 記者並且請回答 iqu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